《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它是藏品 是收藏中国文物藏品最多的一种博物馆 这大家都知道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 故宫的文物藏品中 有大量来自于世界各国的文物 因为过去的500年 明清24个皇帝在太和殿里面 是接待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 访客 也就是万国来朝 那么特别十七八世纪的时候 外国的传教士 又把一些西洋的一些仪器钟表送到故宫 所以故宫今天收藏了大量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美的外国文物 这些文物其实都是从陆上丝绸之路 和海上丝绸之路汇集的 它们都有背后的故事 它们都在诉说着我们和各国的文化交流 那么这些如果能够把背后的故事讲出来 那么对于一带一路 今天它对于人类文化文明的传播的历史 和对现实的意义就会能够非常深刻地揭示出来 那么我们故宫在这方面呢 就不断地把优秀的这些展览走出去 在过去的六年间 故宫一共是135项展览走出了红墙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同时包括引进来 国人能够不出国门 能够经常看到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展览 比如前年我们举办的 公元400年到公元700年 中国和印度的雕塑艺术展 那么它告诉人们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也就是公元400年到公元700年 这是中国的几位高僧 比如法显 玄装 易静 去西天许经 这个带回了佛教文化的同时 把中华文明 中华文化传播到印度 最令人感动的 无论是我在故宫修文物 还是国家保障 真正点赞最多的居然就是 大学生们 年轻人 他们能够静下心来 看这些具有文化底蕴的节目 我觉得特别欣慰 所以故宫的文化资源 还远远没有发掘出来 我们要继续努力 真正能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 让收藏在进宫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面的文物 能够活起来 活起来三个字 就是要把这些文化遗产资源 真正的融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 真正的进入人们的心中 我们现在一方面是请进来 两大国际组织 一个是国际博物馆协会 一个是国际文物修复协会 都把全球唯一的培训机构 设得了中国 设得了故宫 所以比如国际博物馆协会 经过六年 已经培训了67个国家的 博物馆的专业人才 同时我们和更多的 国际的著名的博物馆 签署战略合作关系 和更多的国际的教育机构 签署联合培养人才的机制 这样就使故宫的文化 能够真正深入地进入 更多的国家 他们的文化领域 请不吝点赞订阅